想要换车的人非常关心 到底补助多少 今天的大放送已经策略出来了 经济部喊出来说 旧车换新车要补助5万 但财政部坚持2万5 最后折衷到底是不是补助3万呢 政府官员面对立委的质询 态度摇摆不定 车市业者说快就要快 要不然大家等在那里 车市真的是受不了 老百姓买车 政府到底要不要补助 立委追问财政部硬是不松口 原本经济部还喊出 买车补助5万元 让淘气的财政部不开心 坚持折底2万5千元 经济部只好退让 再追加折扣5千元 到底补贴3万还是2万5 眼看年关将近还是没定案 你说经济部财政部搞不定 这个笑话啦 我觉得这个应该政府 有政府委员出面协调啦 补3万吗 这个还没有确定下来 这个接下来还是要协调的 还是要协调的 因为它不是经济部做决定 因为货务税是牵涉到财政部 经济部财政部瞧不定 政府不急急死车市业者 因为补贴方案消息一出 原本想买车的民众又缩了回去 有相当多的比率是停滞不前 也就是说来修论的参观的比例 来比较降低 然后在已经下订单的部分 我想所有的客人都是还带出观望 到手的订单飞了 原本凭年底营业的业者抱怨 如果政策再摇摆不定 恐怕会爆发腿车潮 光是看11月20号之后的 整体车市销售量数字 就停留到7500台 为了抢年底业绩 有国产业者不惜游走灰色地带 打出先买车后退3万的优惠 也让原本政府买车补贴的方案美意 似乎让景气差的车市 多了一笔烦恼 中内新闻翁启兵人影帮 台北报导 好来告诉大家 这个周末停车费要涨价了 我们要调化会议 主要是要鼓励民众 能够搭成大众因素系统 那不要开车过来这边 造成这周边的交通一个复合 停车费要调涨 是否说都是为了鼓励大家 少开车啦 因为资讯展期间 世贸周边的人群和车辆 总是让交通打街 而且这次市府更预估 资讯月9天 展期将会涌入70到75万人次 假日单天最高将会达10万人 不过整整一整周 世贸周边公有停车场 上午10点到晚上6点 停车费都变贵了 让上班主觉得很吃亏 固定了费用的话 然后就因为资讯长 然后要多花这些钱 然后特殊家 就是所付出的那些费用 你不能说因为鼓励大家做这个工资 所以你把我们的这些成本给变高啊 停车得多花钱 平常在世贸周边上班的民众 真的很无奈 不过民众如果真的要开车 可以把车停在松高路北侧的中油 和松信停车场 因为外围停车场还是维持原价40块 虽然得多走点路 但也相对比较便宜 中级新闻旅学号 吴婷宜 别别别别别